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想跟大家有一個update on Concord Metro Town 和解答一下大家的問題 應該有朋友已經收到 Concord那邊的email 就是叫他們按連結下去 就可以好像簡單位一樣 但其實不是的 很多朋友跟我說我還沒準備好 現在要簡單位又要買了 我什麼都沒看過不行 其實不是的 那個是什麼來的呢? 那個是叫做Sweet Preference 它只是問你的優先次序你想要什麼 它不是現在叫你簡單位叫你付錢 因為現在很多人是問的 多少錢到底 exactly 多少錢一尺 什麼計劃 多少樓什麼尺 我不知道 我們只有一個很 roughly的price range 而且我現在不可以release給公司 一定要大家找了我 我才可以私下跟你說 也都不知道什麼parking storage的information 也都不知道到底 exactly什麼時候落成 什麼時候可以writing 甚至連showroom什麼時候可以看 很抱歉我都是不知道的 其實我今天就想說回 就是step by step 告訴大家 因為COVID-19 所以很多東西都跟以前不同了 以前可能大家都不是沒有買過樓花 或者不知道買樓的過程 基本上可能就隨便登記一下 有人打你 或者可能直接走上去 Concord的showroom 已經可以有人招呼你了 可能這樣就無緣無故 我讀了一個單位 很多朋友都是這樣跟我說 現在的程序有點不同 因為COVID-19 全部都在網上 所以Concord都故意全新設置了一個新的系統 幫助大家 即使人不在 或者來不了 都可以了解這些資訊 所以登記了的朋友 就會收到這條link 你其實按進去 我順便教大家怎麼用這條link 這個site A Sweet Preference 其實進去 他的想法就是讓你看看這條樓是這樣的 然後清楚地告訴你 我昨天在視頻裡說 他說不清楚的東西 Sky Collection是37-44樓 Park是4-36樓 你可以選擇你喜歡什麼 譬如你進去了 假設我現在想看4-36樓 我想買中層 然後他就出了整層的Unit的Floor Plan 譬如我們現在在看一房 我想要這個 或者我想要這個一房 我又看看 你比較喜歡這個Unit 我選擇做Preferences 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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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 還有一個 他選擇 360度觀看 按進去看 好 大家一定以為 按進去看 那個景就是我現在這個單位 36樓看出去 記住 不是的 我起初都被他壓制 我以為真的 怎麼知道我多按幾個單位 這個景都是一樣的 其實 它是一個 那一層樓的觀看 還要 你要把這幅圖拉下來 拉下來 才會看到 North East South West 你就知道你在看什麼方向 我現在看這個單位 主要是北東邊 我再按360 我就拉回去北邊 我就知道 原來我在看這個景觀 還有提一提大家 這幅圖所展示出來的景觀 是現在拍的 他們並沒有考慮到Future 到底建了幾棟樓 尤其是南邊 Metro Town會建20多棟樓 所以大家要留意 也要了解一下 未來五六年之後 有機會不是這樣的 所以要想一想這件事 接著選好了 我可以選一個兩個 甚至多一個 maximum三個 今次選高層 沒有了 Low floor 洗一房 Add to preference 好了 選了三個之後 我就Next 然後對一對 沒問題 就Submit 好了 那就可以了 那到底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有朋友問我 我現在選完怎麼辦 我就說 其實你等 因為現在整個Procedure 它就是這樣的 如果大家 歷史很多朋友 說真的我知道 未必真的想買 或者未想定 因為始終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讀單位 那可能大家八卦 想看Floor Plan 想知道價錢是多少 到底買還是不買 什麼時候買 第一期還是第二期 到時候夠不夠錢 人在哪裡 我們全部都不知道 但是呢 你要做了這個步驟 你才可以繼續八卦 如果你現在不登記 你不填完這個表 之後呢 你到時候見到人 去showroom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可以這麼快去 因為他現在都好像 慢慢慢慢排隊 他一定會先照顧這些 我們提早訂閱的人 所以各位朋友 即使你是八卦 都不要緊 你都要先訂閱 那怎樣可以 有了這個 選擇你的選擇 這個方法呢 其實很簡單的 各位朋友 你現在在看我的影片 我想你在我的上下左右 你應該會看到連結 就是寫著concordmetrotown.com 之後一堆東西的 你按下去 填一填你的資料 其實之前朋友都問過我 都是要一樣的資料的 你的姓 你的名 你的電子郵件地址 還有你的電話 你給我這幾樣東西 然後按一下你喜歡的聯絡方式 申請 這樣就可以了 之後你就會收到 剛才那個郵件 之後你就做 這樣就可以了 你不用擔心 寫了一次之後 糟了 入錯了 或者有改變主意怎麼辦 是否打電話給Carrie 不用的 只要你不要刪除了這個郵件 你找回你的郵件 寫了它 你就按進去一次 那你就可以重新再來過 你就可以重新選過 重新入過 你可以不斷地重新 如果你是忘記了自己選了什麼 就問我 我應該會找回你的 那你做完這件事 那我們就腳等了 之後我們接下來兩個星期 四個星期 一個月 會不斷有些更新的資料 譬如說可能 Forten有改動 或者可能有出價錢 更加多information release的時候 那你自動就會收到的了 然後再解答另一個問題 有關於這個露台 因為他說 既然賣點是露台 那露台到底是怎樣呢 這個floor page 應該大家都收到的了 如果你去到這個floor page 最下面 你會看到它寫了steam closet 還有這個 in-door outdoor solarium 首先它是幾樣東西 組成的 玻璃墨牆 這樣 是落地的玻璃屏幕 玻璃屏幕 是retrackable的 可以動的 還有 它有一個tile flooring 然後是sealing 天花板 會出那個heater 就是radiant heat 會噴熱氣 還有sealing light 還有這些wood looking 這些是cosmetic的東西 不要緊 這幾樣東西 就會組成了 這個叫做 in-door outdoor solarium 可以看看這張圖 這個外面 就有它本身 自己的glass railing 裡面這一塊 由頂到底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那個glass panel 然後那些地磚 上面這裡 還有一個heater 這個就是radiant heater 然後有燈 這個就是木的finishing 看起來比較漂亮 這個就是露台的門 這些就是glass panel 所以這幾樣東西 就組成了 這個叫做 in-door outdoor solarium 讓你的生活空間 即使是冷一點的天氣 都要用到 就不是看到也用不到 還有一樣 這個最重要的 有幾位香港的朋友 他們是拿著SUV SV SP 有很多term 現在分不到 有很多朋友其實是移民過來 學工簽學簽 他們是沒有什麼來過 Metrotown 不是很熟悉的 他那天很細心 看到我 說 The Central Tower 就不在Skytrain那邊 那邊 就問我 就是怎樣 沒有Skytrain 不好意思 我先說清楚一點 不是沒有Skytrain 我的意思是 它是在 Kingsway那邊 的Metrotown 因為Metrotown 都很大的 有時候可能不知道 我說Metrotown 哪一塊起樓 其實是這邊 Skytrain在這裏 Expo Line Metrotown的站在這裏 你一樣都是Walking Distance 可以走過去 只不過他那棟樓 就不是建在Metrotown Skytrain的這裏 這就是我所說的 好 多謝大家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其實呢 會繼續有更新的 我都會盡量第一時間分享給大家 滿足一下大家 八卦的心態 但是有時候未必每次可以拍片 所以我不知道 Youtube的朋友 你們有沒有 有在我的Facebook Channel 都在那裏 有興趣繼續知道的話 你可以加我的Facebook Page 就這樣大溫住好一點 就找到了 好 多謝大家 拜拜